主委台長,麥克總統,我們繼續看四百八十七項 那麼上一歲最后呢 我們說到這個海維政法輪 這是五島十六項的議論當中的第八項 那麼這個海維政法輪 它就是說有一個人 那麼標誌是三文,標誌是普羅文 有一個天他生氣這種的見解 來成立這種的理論 那麼他怎麼說呢 他說如果在這個廟裡面 所以修仙先來念這個酒儀 那麼當酒儀念了後 又來台西這個動物 來祭拜天神 那麼那時候呢 無關是祭拜的人 或是呢 去給台的那個動物 或是說在旁邊在祷三天才會做伴 那麼一切呢 當中的動物 可以成天 這個 就是這樣說 那麼 那麽阿賓 就要來看他的因緣 安全來 他說 文 和因緣 說 比如說 比如說 譬如是見 立如是論 就問這個問題 在什麼樣的因緣之下 那麽阿賓 這種的外道 他生氣這個見解 來成立這種的理論 那麽阿賓 就回答 他說 答 出為理論 是天空所起 不由觀察 動物 建立 他這就回答 他說 這種呢 是違背理論的事情 他說這個 海外政法論的外道 他所建立的這道道理 其實呢 是違背理論 是不合理的 那麽呢 它是天空所起 這個天空呢 天就是外局的意思 而公呢 就是欺騙 它會生氣這種的公法 生氣這種的理論 他目中呢 就是由他的外局的心 所產生 那再來呢 他要欺騙中生的心 所產生 並不是由他主義 經過內心 要觀察了後 才會建立的 他對世間的事物 一開始呢 就沒有有道理的觀察過 就沒有有一種一般的 對世間 就是真主性 真相性的那個觀察 然後呢 才來建立這種的道理 都沒有 一開始呢 就是有那種外局的心 有欺騙的心 就直接有這種的心態呢 來生氣這個不合理的理論 所以一開始 他就跟我們說 這個道理是違背理論的 是沒有經過觀察所生 那麼人以正經惡劇 起始主 普羅門 為婉 古式 普羅門法 為欲 濕欲 忘記出嫁 那麼這種理論是怎麼來呢 他說在那個正經惡劇生起來的時候 就是只我們現在 只現在這種時代 那麼這種的時代呢 就是有種種的正經 會小生的願家 會小生的 會小生的 要小生贏 這種不好的時代 就是只我們現在 現在呢 就是道政嘛 道政 就是說種生呢 在最初 最初這個世間出現的時候 那麼那種種種種的心 又是很和平 不過呢 漸漸越來心越壞的時候呢 就有道政出現 那麼這個道政的時代 會出現的時候呢 這個叫做惡劇 所以他才說 正經惡劇 起始 就是這世代 越來越壞 人的心 越來越壞的時候 那麼在這種 不好惡劇的時代的時候呢 有很多 破了門 那麼他們 尾背 窍外 那個 古色的 破了門法 這是什麼意思呢 古色 就是過去真 古彎的意思 叫做古色 那麼破了門呢 其實破了門 是什麼意思呢 破了門 我們之前再說過 這是政兴 這是收青兴兴 離開家庭 來收青兴兴 來政化主義 新口義三夾的人 叫做破了門 這在 我們這個 世間 形成的時 就是我們說的 夾草 那麼 那時候呢 這個世間 就是由公英天 有天人 來這裡倒胎 那麼當他們 來這裡倒胎 了後 那時候 這個世間的重生 是非常和平 心呢 是非常好 不過 漸漸的 漸漸的 這個重生 在我們這個世間 那時候 就留在變質了 這樣 留在變質 那麼那時候 就是有某一部分的人 他怎麼呢 他 就是沒想要在家庭裡面 所以他離開家庭 那時候 去奉高壓我 去山裡面 創造的呢 就是 全身受傷 那麼想要 政化主義的 這個 生口義三夾 那麼那時候 其他的人 看到這種的人呢 已經配合 他的行為 配合他那種 道德 配合他那種 想要 青青 自己 生命的 那種的行為呢 那麼 就給他一個 普羅文的 尊稱 所以普羅文呢 在座修宣來說 是非常 特別人 尊重 讚嘆的 因為 他一生意 要來 祝五 政化 那麼 不過到最後呢 這個 煙變到 這個 惡劍的 時代 那麼 那時候的普羅文 他就沒有 尊教過去 那種普羅文的 那種 規制 因為總是呢 你既然有這個 名稱 就要有這個 符合名稱的 行為 那叫做 普羅文法 要方向 普羅文法 普羅文 就是 收青青青的 那麼你如果是 收青青青的 你就可以 叫做 普羅文 還是說呢 你如果叫做 普羅文 你也你就要 收青青青 就是尊教普羅文 應該有的 規矩 不過呢 到後面這些 普羅文 他沒有在信這套 你那種 尾巴 那種 竅尾巴 竅尾巴 沒有要 全收貴去 普羅文 所設定的 這種 規制 那麼 那時候 他們想要 怎麼呢 他們就是想要 吃肉 所以 可見 這個 古色的 普羅文法 是 沒有我們 吃肉 因為吃肉 因為吃肉 我們說 信用 這就是 做殺生的 件 所以過期的 普羅文法 當然 他沒有我們 吃肉 那麼那時候 後來的普羅文 他想要吃肉 要怎樣 所以他就是 用他希望的心 來生出 這種的理論 來生立這種的理論 當他生立這種的理論 然後 吃肉 和 合理化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題 出為理論 天公所 氣質 心不正直 不明不現 色 改行色曲 顧名為天 什麼叫做天呢 天就是外曲 那麼他再給我們解說 就是 心不正直 心如果不正 當然就是外曲 好 再來呢 心不明也不現 這個不明不現的 我們一個人 如果心正直的位 表現在我 當然 我們看 心怎麼想 他就如是表現 那麼我們看他的表現 我們就覺得他的心 是一個很明顯的人 因為一點點就不穩重 那麼如果是外曲的 相反就是不明顯 他心在想什麼 他會比較穩重起來 那麼他表現出來 是另外一個方便 讓你看不出 他心真正的相反 那個叫做不明不現 那麼 改行色曲 就是他說 就是說他 裏心的屬性 叫做改 那麼他外知的行為動作 叫做行 都總是 射曲的 射曲就是不正的意思 不正叫做射嘛 那麼不正的叫做曲嘛 所以不正的就是射曲 所以跟我們說 由最修仙的心不正的一直到最後 表現出來的行為當中 也都當外曲的 這個叫做疼 那麼為期望筆 劣懷疑 因毛 我現別上 顧面為工 什麼叫做工呢 工其實就是起騙的意思 那麼他才跟我們說 就是要起騙別人 為了要起騙別人 那麼讓他的內心 懷疑不一樣的這個隔膜 然後呢 外知又現現出百種的相模 所以這也是一種起騙的意思 內心有不一樣的隔膜 不過呢 現現出來的 跟內心那種隔膜 就是不一樣的相模 當然這就是起騙 那麼如下列述分散 這個什麼叫做疼 什麼叫做工 下面的列述分散 那裡有主解 那麼 以現為了有心 顧立時論 現在呢 這段動力 就是要來跟我們現現 這個法律文 它為什麼 會生起這種的見解呢 其實 通常是有尷尤的心所生 通常是沒有清淨 在尷尬的心來生 並沒有經過自己的心 一番的那種地位來觀察 這樣 所以說為了有心 所以說為了有心 不再來生立這種的理論 那麼會面對面 就要正式來打 那麼修仙的就問 有應問畢 你何所用 出酒順風 為是發主體 為是非發主體 他說現在應該這樣問 你內心是什麼樣的想法 我現在請問你 你所說的這個酒順風 這個是一種風順 用酒意做為一種風順 這叫做酒順風 簡單說就是這個酒意 酒意就對了 這個風順風順一吋 他是受於發主體 或是受於非發主體 簡單說就是 紙 你在所說的這個酒順 他本身是合理的 是合法的 是政客的 還是人家酒意本身是非發的 是沒有合理 是不對的 現在就是請問你這兩個問題 那麼下面的外道回答就是發主替者 可是這個外道他回答 這個酒順風他是發主替 就是說這個酒順風他是合理的 他是合法的 但是問題又來了 他說 理必殺生不凌甘得主所愛過 二令專必批法以為政法不應得利 卡蘇這個酒順是合法的 他本身是合法的 那麼一件合法的事情 他應該可以讓我們得到可愛的胳膊 好比我們說這個行為是好的 那麼是什麼就是性欠 我們做性欠將來就可以得到可愛的胳膊 所以這個性欠就是合法的 現在來說你寄人說這個酒順是合法的 就表示他是生的 不過呢 理必殺生不凌甘得主所愛過 這個學法的 這個學法的合法 這個學法的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 酒順是生的 那麼呢 我們要念念的 就可以讓我們得到可愛的胳膊 不過呢 我們算得更愛 將這個動物 拿來廟臨跟台語寺後 還要念酒順 來讓他得到生天的胳膊 來讓他得到生天的胳膊 這樣這件事 算不是不合理 因為他去年 如果是生的胳膊 那麼呢 我們就直接向動物黏黏的 他就可以生天了嘛 何必就要跟台語寺呢 那麼如果離開 將他台語寺 這個天書 算不可以在到生天的可愛胳膊 沒辦法在到 那麼呢 日靈專必規法 以為政法 他算不可以 將這個規法的事情 跟專變作為政法 怎麼說 因為我們將動物台語寺 這個殺生的行為 是規法的嘛 那麼一個規法的事情 靠酒意 黏黏的後 算可以讓他生天 在到正確的胳膊 這樣算不是不合理嗎 這個事情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這裡 這個外頭 你如果是回答 就算是合法的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既然合法 我們就不用跟他殺生了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可愛胳膊 不過算就要把台語寺廟 後來黏黏的 把專變作為好的胳膊 這樣算不是不合理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題 如是法主題的頂者 先行所頂 明法主題 什麼叫做法主題呢 反是先行所頂的 都總是先行所頂的主題 只要是先的部分 都總是先行所頂的 先就是合法 不是說我們念酒順 這件事是對的 它是先的 那麼我們應該離開殺生 然後呢 就可以感到自己 所欲愛的胳膊 我們既然有想要生天 那麼這個就算他又是先的 我們就念念的就好了 就能夠直接這條生天的胳膊 不需要再課這個殺生 中間的聽術 那麼人力本力要帶殺生 專必批法 以為政法不應得利 不過今天這個外道的 你就不是這樣 你就要擔心殺生了好 那麼將這個批法的事情 專變作為政法 他就是要加一個殺生的聽術 那麼呢 比較念酒順 將這個殺生 批法的驅 將專變作為政法 讓他將來這條生天可愛過 那麼這件事呢 是不合理的 是不正當的就對了 那麼下面呢 這個外道就是批法主體者 但是這個外道的回答 這個酒順風 它是批法主體 就是說酒順風 本身不是合理的 本身不是對的 不是一個政角的事情 那麼問題再來 酒是不愛過法 日靈專社 以不愛過法者 不應得利 這個酒順 既然是批法的事情 那麼我們要了解 酒順它就是不愛過法 它是一個可以在這條不愛過的事情 不愛過的法 因為酒順是批法嘛 批法就是批仙 那麼批仙的將來就是 讓我們在這條不愛過 這樣 不過呢 這個酒順本身是不愛過法 但是它是可以轉社其他不愛過法的事物 那麼呢 不應得利 酒順本身是批仙的 不過呢 它是可以讓另外的批仙法消滅 那麼這件事呢 是不合理的 比如說這個黑到白 黑到白 這個黑色的 我們把它說叫做抹仙 抹仙的抹仙的 腳手說這件衣服 如果是要讓清淨的衣服 要讓清淨 那麼我們拿抹仙來洗 哪有可能 不可能 這件衣服 如果是說抹仙 我們要用清淨 來洗乾淨 不是用抹仙來洗 既然這件衣服 我們要把它洗乾淨 不過呢 抹仙抹抹仙來洗 那麼這件事呢 就是批仙 就是無合理 現在來說 意思也是一樣 酒順是批仙的 不過呢 它抹仙的批仙的批仙的批仙 它消毒 那麼呢 如果這樣來觀察 是沒有這種道理的事情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題 就是批仙的主題 那麼廣中叫做非法的主體 六九順風體是不鮮 這是靈感不愛隔閥 可是這個九順風 它的本體是不鮮的 那麼我們應該了解 它就是可以感到一個不愛隔閥 會讓我們感到一個不可愛的隔閥 那麼二領專者所依 若領事者、若所害者、若主做伴不愛隔閥 領得生天不應得利 今天就算是不鮮的 它會讓我們這條不愛的隔閥 不過它怎麼可以將這個在廟裡面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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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可以將這個在旁邊協助的祖伴這些人 將他們這補愛的隔閥 把他隔閥、把他隔閥、把他剩掉 然後讓他這條生天 那麼呢,這件事也是不合理 就算是不鮮 那麼殺生這樣的事情也不鮮 在旁邊在做的人、在協助的人也是不鮮 不過呢,就算不鮮的這個法 竟然可以將他們殺生的不鮮法 把它鑽變給他們這條生天 那麼呢,就好比剛才那種譬如一樣 拿不鮮,來洗衣服 想要讓他這條清淨 要讓他非常悲,一樣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直接把它打掉了 那麼下面呢 就是當這個菩薩 將這個瓦德打掉了 那麼這個瓦德呢 他就還要變改了 他就還要翻頭 倒回來 救自己的理論 因為他的理論 讓菩薩三兩句話 就把它打掉嘛 那麼他就趕緊 就回頭回來變改 讓他有救援 就是呢,還要回頭 倒回來 救他的那個原來的理論 那麼他怎麼說呢 他說像洗乾的瓦 那麼呢,受到酒術 所把垃圾掉的 讓他不可以來害人 那麼這什麼意思呢 好比說這個蛇 蛇有蛇洞 那麼蛇洞呢 蛇洞呢 從過去來說 這個 有一種酒術 當然如果我們沾下去了 這個蛇洞 就不可以來害人 所以說酒術所涼 因為這個酒術呢 就是有圍頂的人 他來念出來 那麼他念出來呢 就承他的圍頂來加齊 讓他所援的事情 可以來勝進 比如說他希望說 這個酒術有什麼樣的共用 那麼他念出來之後 只要吃酒的人 如果照這樣念 就能讓他所判斷的事情 可以變成真 比如說他加起這個酒術 他說呢 如果念這個酒的人 就算中毒 也不可以來害他 這樣 那麼有人如果念這個酒 可是說他可以帶他加到 或是呢 讓種種的毒所害到 那麼呢 當他酒念了之後 那個毒就消滅 這就是酒術的功能 這才過去印度 也有很多這種事情 所以這個蛇洞 他就拿這種的事情 來證明他自己的理論 他說像洗乾的毒 洗乾的毒也是不好的 不過呢 當我酒去黏黏的 那個毒 它就沒有作用了 就不能來害人了 好比說這個蛇 蛇呢 如果要出來跟他加 那麼呢 酒去黏黏的 那個蛇 它就不會頂端一 它就頂端一 那麼呢 它就不能來加人 不能來害人 所以現在我們應該了解 這個酒術風也是一樣 這個動物 我把它放在廟裡 那麼呢 黏黏的之後 把它抬給死 所以 當然 刻意專辨 他的胳膊 給他成天啊 因為清楚洗乾的毒一樣 去讓酒術 所謂持住的 不能害人 那個意義是受傷的 這樣 所以這個是外套 他 要犯頭 為自己的理論 變改 所以他就拿這種事物 來做證明 那麼 我的臉呢 就繼續要打破 金陰文壁 你何所欲 如酒術風 凌色外套 要凌色內 貪情是套 為本利亞 現在呢 應該來問這個外套 你的心所想的呢 是怎樣呢 請像這個酒術風一樣 這個酒術風 他可以來消滅 外套 外套 那麼 他可以來消滅 外套 內套 淡親戚的 煩惱洞 凌色 是呢 他沒那麼多 因為你剛才 你拿出 這個酒術風 他可以來消滅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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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同意 我同意說 有這種酒術 他可以來消滅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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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問你 酒術風 可以來消滅 內套 可以 還是不行 就是我們內套 淡親戚 三套 可以看酒術風 來消滅 那麼由良識者 教授這個外套他回答 科義 這個救出風 他可以來識別劣災的動 那麼問題來了 無處無時無憂 一人貪親七頂 正識可頂 果不中立 你竟然說救出風 他可以來識別 這個劣災的淡親七的動 那麼請你報我看 什麼人強固這個救出 給他的淡親七的動作的消別 並不罵 無處無時 不在什麼所在 無法在什麼樣的時間 也無法看到某一個人 他的淡親七 應為救義的關係 給他正式 這件事並不看到 不然你報一個人來給我看 看有什麼人 應為念救義 給他的三毒消別 並不看到 所以你說靈性吃是不中立 是不合理 是不對 因為沒有這種事情發生 並不看到有人 因為念救義 給他的煩惱消別 所以你說有 有是在哪裡 如果有你就要 將那個人帶來給我看 看他是不是念救義 來斷煩惱 並不罵 所以不中立 那麼就不靈性吃 逆弦縮酸 如酒所能靈性活動 會靈性獨非法 夾吃不應得利 可是呢 就不靈性吃 這個活動 它再改變它的循環 它說不行 念這個酒義 並不可以消別 探親戚的煩惱動 好 如果這樣來 問題再來 你在之前有說出 請求這個酒義 它可以來消別我董 所以它也可以來消別 這個循環劍 那麼呢 沒有合理 我知道的毒可以消別 不過呢 劣災不行 劣災 劣災的煩惱 不可以消別 那麼劣災 那個循環劍 這樣可以 當然也不行嘛 那麼你之前 因為想要吃肉 你不只說 念酒義後 就能用這個循環劍 叫消別 那麼現在呢 你又說 又不靈性 又不可以 那麼呢 那麼呢 你自己就無斷了 自己就相反了 自己就相反了 你用我才的毒物 做證明 要來比例 劣災的毒 劣災的肥發炎 這件事呢 是不可以的 比例呢 是不特動的 你這種比例是不對的 毒可以消別 手術可以消別 我知道的毒 沒有不對 不過呢 要來食毒肥發炎 是做不夠 好 所以你呢 這樣說 也不合理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解 無處無時無憂 人 淡親七點 正式可得者 騙出世界一切出售 騙起來金一切失分 騙生出世一切悠情 改意告犯 正受犯行 二得正式 淡親七度 不由就順 那麼呢 普遍在我們這個世界 一切的處所 就是人和的所在 還有呢 普遍在過去未來現在 一切的時分 就是一切的時間來 還有呢 普遍在世間出世間 我們所有的眾生 那麼 他們都忠實 以至於 佛菩薩的研究 佛菩薩的教育 來正受犯行 就是經過佛菩薩 正藏無殿道的教育 來受犯行 那麼 他讓他們 來聽知他們的 淡親七的道 並不是由就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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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現現一切的不可得果 就是呢 在這個一切的所在 一切的時間 一切的眾生來 如果現在看到的 都總是由受犯行 來聽知他們的煩惱動 並不是由就順 那麼這現在就看到了 現在就是這樣 你說由就順 不可得的 那是由受正行 受這個犯行來消滅煩惱 那麼這我們就看到了 所以呢 用這個問題 就來破毒 他剛才那種的 嚇夢的接觸 那麼下面呢 再來問 有逆何受用 出酒述風為偏行壓 為不偏行壓 就是呢 又在問你 你的心怎麼想 這個酒述風 他的作用 同有偏行 偏行就是 破片在任何的眾生 一切的眾生 都總有那個功能 叫做偏行 還是呢 不偏行 不偏行就是說 這個酒述 他的功能 有救援 只有在某一種的眾生 比較容易走 現在就是來問他 這兩個問題 那麼 如果偏行壓 卡斯公這個外道 他回答 偏行 就是這個酒述 他的作用 是破片在一切的眾生 都推動會怕 你在任何的眾生 心上用這個酒述 那麼他都用會怕 這個外道就是這樣回答 偏行 那麼問題再來 主受愛親 不嫌勇 不應得利 既然這個酒述 這麼好用 像這個眾生 太后世 那麼念念之後 他就生天了嘛 是怎麼 你自己 愛親 就是自己所親愛的人 你怎麼趕緊自己來用 趕緊跟你親愛的 這個 老婆老婆 走在街上 或是不走 這都是自己最愛親愛的 那麼你如果親愛的人 你要為他好 你希望他生天 那麼你就趕緊 因為這個酒意 既然這麼偉大 黏黏了之後 太后世以就生天了 那麼自己老婆 不怕 這親愛的人 就趕緊 先給他生天 這樣 怎麼不成功呢 所以你說這個酒述 他騙行嗎 沒有合理 不對 那麼再來呢 就不騙吃 加上這個外道 他就改變他的公法 說不騙 他說這個酒意 他為毒 可以用在某一部分的眾生而已 不是每一個眾生都可以用一 這樣 那麼問題再來 出酒功能 變非 決定 不應得利 腳數如果不騙的話 這個酒意 他只有極限在某一種的眾生心上 這樣叫做不騙 可見這個酒意 他的功能有聚合 有這個誇張 他沒有圓圓 這個酒意並不是圓圓的事情 因為呢 他就要 在某一種的眾生心上 比較爽的行 比較容易 比較有作用 那麼可見這個酒意呢 他沒有圓圓 那麼一個沒有圓圓的酒意 你說他可以生天 這樣可能有問題 因為他並沒有圓圓嘛 所以你說他有生天的功能 這樣真的有問題 要再修課一下 所以不應得利 也是不合理的事情 那麼我們看這個主題 就不騙中講 為酒述風 為行灰愛 不行疏愛 是明不騙 什麼叫做不騙呢 就是說這個酒述風 它為動用在灰愛的眾生的心上 所以這個叫做不騙 因為剛才說 你如果說是騙行的位 那麼呢 自己親愛的人 要趕緊 優先讓他們認得得到 應該優先 將這個親愛的人 黏黏黏後 太陽絲讓他們生天嘛 不過你說不騙嘛 自己親愛的人 沒辦法用一 要用在灰愛的人 這個叫做不騙 由於灰愛的營養屬素 自然認得生天 比照光靈應灰割定 今天 如果 如果 唯獨在 我們灰愛的眾生 心上 跟營養屬素 然後你說 要讓它這就是生天 就是說這個酒述 它的光靈有救援 只能夠在灰愛的眾生這裡 來使用 黏黏後 將這灰愛的眾生 起來 祭拜的天神 讓人 讓他們這就是生天 那麼你要了解 這個酒意 它的光靈 就沒有決定了 今天這一個決定的事情 就是人和眾生都可以用 今天它的光靈如果決定 就是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點 在什麼人的心想都可以 現在 不過現在 現在是沒有決定了 因為 這個人 用的走 那個人 用不走 有可能 這個用的走 心上的 領域 就可以用不走 那就是沒有決定 所以酒意的光靈 如果沒有決定的位 就有問題 何以後 有定生天 主受親愛 何不永恕 有定悲愛 動得生天 不定所愛 不應得利 為什麼呢 它說這個酒意的光靈 如果如果決定的位 它決定可以生天 那麼我們自己親愛的人 為什麼不讓它生天呢 因為酒意的光靈 是決定的嘛 它如果在人和人的心想 都推動的走 那麼我們自己親愛的人 就要趕緊 讓它來生天才對 不過呢 你所不愛的營 你要讓悲愛的眾生來生天 這個人你不敢 那個眾生你不敢 所以你讓它生天 你念念的後 跟太后寺 讓它生天 你不愛 讓你自己親愛的人生天 這樣呢 就不合理 這裏面一定有問題 親愛的人不愛生天 要讓你 討厭的人生天 這樣這件事呢 就有問題 這個酒意呢 也是有問題 不合理 那不合理呢 就繼續問 由你何所謂 出酒功靈 為微靈轉陰 也轉個壓 現在我再問你 現在我再問你 看你的心 怎麼想 這個酒率的功靈 它為毒 可以轉變陰而已 還是呢 它可以轉變個 這個意思呢 你說酒意念了之後 可以讓眾生生天 請問 它讓眾生生天 是在陰的所在轉變 還是呢 讓它在各的所在轉變 眾生要生天 一定要有陰嘛 是在陰上 讓它在這陰的財 讓它在這陰的轉變 還是呢 直接讓它在各方面轉變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黏酒 讓它轉變陰 就是說黏酒的時候 那麼讓眾生 在這陰的轉變 那麼它將來呢 就可以生天 那麼如果說轉變個呢 就是說當酒黏後 本來它是一個動物嘛 它就馬上轉變作為天人 它如果是一個人 就馬上轉變作為一個天人 那個叫做轉個 所以有兩種 就是在陰的方面的改變 還是在隔部的方面 直接變化這樣 現在就要來問它這個問題 酒的功能 是可以做到最後一點點 那麼 若為它轉陰者 現在這個外道它回答 唯讀只能轉變陰而已 那麼它可無靈不應得利 所以 今天就有壹的功能 只能讓它轉變這道生天的陰而已 我們呢 不能讓它直接這道天心的隔部 這樣 我們呢 不應得利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我們來看這個主改 有改善 就是为专音定着 为令专变得生天因 是名专音 什么叫专音呢 就是让它专变得生天的因 它本来没有生天的因嘛 不过你的因让它们改变 让它在变那个生天的因 那个叫专音 就算公灵由令专因 何不专令得天心各 无意因各 今天你说就算有公灵 可以来专变它的因 是怎么不直接给它这种天心的各 你要给它因 就不如直接给它各 这个动物 你就直接给它专变做天心就好了 你就不用麻烦再给台湖室 何必就说给台湖室之后 甘去生天 你的酒水 近年伟大的味 就直接给它专变做天心就好了 就是那些油 那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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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来的妙 酒意给它专闲的了后 它就接触改变了 由动物变成天心 何必就说要再给台湖室 然后人家去这条胳膊 是怎样只要专因而已 那不是连各就寻所专变 所以这就有问题 为什么它说无意因果 因为各账因是没差别的 没差别的 因为阴生天的阴还有天心的阴 这个阴比较高当然是要随瞬 阴随瞬高 所以叫做无意 这个无意的意思是这样 比如说善阴在这条善高 恶阴在这条恶高 等于说阴和高要有一个最顺利 那就是无意 今天你只能让动物变成阴 所以在转变高的方便 没有那个能力 那么这件事是无合理 既然这个酒意 酒意也是人为 我们要把它念出来 也是人为它设定 你如果一开始就让它转变 它的高作为天心 何必只转变它的阴影 所以说这个酒 确实是有问题的 要不完全 那么我们今天 讲到这里 米的中文 我们下午了 我去乏 比如说 我去乏 和高嚴重 转参加 我去乏